用炉竹做扫把 早期在桃园凭证东式客家村 可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功夫 因为实用又能贴补家用 爸爸妈妈在做这个扫把 我们就在旁边游戏 在玩这些东西 再回想起来 那个时候是非常快乐 炉竹扫把制作手续可相当繁复 年过七十的曾一生 现在还坚持这份苦差事 苦是因为炉竹长在山壁上 每次上山采割都是一场冒险 草长得非常茂密 你不小心里面以前有 都有洞洞空空的话 你会摔在里面也不一定 三五人一起上山 每趟都要三五天 辛苦采收回来的炉竹 还要经过充分晒干 才能开始做扫把 接下来要扎出一只好用的炉竹扫把 就得靠经验和技术 绕两下就绑一下 当然这就不紧 不紧的话你一绑下去 一扫的话就 它就会散掉了 手工扫把做了 跟它疑通过 经过很繁杂的手机才能够完成 曾一生的一步一脚印 也渐渐唤起在地技艺 年轻一辈开始投入学习这门功夫 小朋友就从小扫把开始做起 在曾一生的努力下 居民也发挥创意 各式各样的吊饰 让手工扫把又多了新面貌 继续陪着东式客家村 走向未来 上课咯 祝亚给伊通工 祝亚给伊通工 祝亚给伊通工